關都、成都、豐源、神奧、河仲、卡洛斯、阿羅拉跟迦勒 各位觀眾知道寶可夢的世界是仿造真實世界人的國家設計的嗎? 你最想到哪個地區旅行踩點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姓 各位觀眾朋友或許是寶可夢玩家也可能根本沒有玩過寶可夢本篇遊戲 遊戲中有登場過很多經典的城市 像是音樂放下去就讓人超級懷疑的真心症 充滿濃濃和風味道的圓珠寺 到最新的倫敦味道濃厚的宮門寺 寶可夢的世界中有各種風格迥異的地區跟城鎮 而這些地區跟城市其實都是取材至現實世界的 所以某方面來說只要玩寶可夢的遊戲 也就等於你我都有機會環遊世界 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想開啟一個新的系列 像行調節目一樣帶大家看看每個世代的地區旅遊導覽 重新認識這些地圖 它們究竟是致敬哪些現實存在的地方 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小設定呢? 因為篇幅其實研究下來是很長的 我們還是不要花太多時間在暖場了 我們就趕快開始哲學的寶可夢回憶錄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作為本系列第一個要介紹的地區 那我們肯定是要從最經典的關都開始說起 關都地區是寶可夢最為人知最經典的冒險舞台 也是遊戲歷史上登場最多次的冒險舞台 關都的地形取材是日本的關東地區 所以早期也有很多人把關都翻譯叫做關東地區 那除了關都出登場的寶可夢紅綠以外呢 在續篇的金銀、重製版的火紅葉綠、心晶魂銀 都有作為冒險舞台登場 而Let's Go!皮卡丘跟一步版 也因為它是屬於初代的變相重製 所以冒險舞台也都是關都 身為第一個冒險地區 關都的登場次數真的是號稱全地區最多 但相反的 因為是當時還不成熟的寶可夢系列的第一個冒險舞台 關都的地圖相比後來的遊戲系列 非常非常的平坦 變化性也很低 也因為關都被創作的年代非常久遠 所以科技水準嚴重落後其他地區 但就算是這個樣子 這些城市也承載著我們作為玩家的回憶 那麼關都的第一個城鎮 真心鎮 日文的意思中 Massara Town 的Massara 意思是純白 是完全沒有被污染過的顏色 位於關都南方的真心鎮 是整個遊戲系列中最早的起點城鎮 民風非常純樸 甚至有點太純樸 連寶可夢中心跟商店它都沒有 簡單來說就是鄉下 但那又怎麼樣呢 光是看到這兩棟並排的民房 就讓人懷念到想哭 這也除了赤虹跟青綠 最對擁有的宿敵的老家以外 最大的建築是大木博士的研究所 關都的新人訓練家 都會來這邊領取他們的第一隻寶可夢 大木博士很猛的 就算你遲到 他都會想辦法幫你生一隻寶可夢 前期是你媽超正 你有一個人在家 那真心鎮的地理位置 對照日本的話 是在靖鋼線下點市 到了起始冒險的第一個目的地 長青市 以前的官方翻譯是長盤市 代表色是綠色 是踏上徽章收集之旅之後呢 我們玩家第一個抵達的城市 所以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 長青市設有寶可夢訓練家學校 可以說是訓練家的搖籃 除了新手訓練家後來上課 學習基礎知識以外 長青市長期有高水準的訓練家聚集在周圍 這是有一定的邏輯跟理由的 因為關都的寶可夢聯盟 就在長青市的西邊 所以說想要挑戰寶可夢聯盟的強者 都會到這附近鍛鍊 因為存在著高水準訓練家聚集地的名號 長青市的道館館主 它必須是八個道館中最強的 有趣的是 長青市是作為徽章收集之旅的起點 同時也是終點 在現實世界中 長青市的地理位置 肉在進鋼一都是 下一個冒險的目的地 是遊戲中第一個迷宮級的景點 肉在長青市北邊的長青森林 因為它是森林的緣故 大部分登場寶可夢都會是蟲系 偶爾出現一些獵食者 比如說被放生的BB鳥 寶可夢扛把子皮卡丘 他們的第一次登場就在這個森林 在遊戲中長青森林的背景音樂 其實是用火箭隊的主題曲去改的 這某種程度上暗示了長青道館的館主身份 當然冒險的第二個城市 深灰市 代表色就跟名字一樣 灰色 明明是冒險的第二個城市 但我們卻會在深灰市這邊才拿到第一個徽章 深灰市的特色 就在它城市內的深灰科學博物館 裡面會展出各種建構寶可夢世界觀的化石 我個人推測這跟深灰市東邊的月見山有超多東西可以挖有關 深灰市的實際地理位置大約是落在群馬地帶 有趣的是在現實世界中的群馬是真的有很知名的博物館的 叫做群馬自然史博物館 足以看出Game Freak在考察地圖的用心 我們繼續往深灰市的東邊前行的話 會看到寶可夢遊戲歷史中第一個山洞地圖 月見山 設定上的月見山根本是文化大寶庫 除了可以在這邊找到寶可夢的化石以外 隕石曾經也砸到這個山裡面 那後來那顆隕石變成了月之石 月見山最知名的登場寶可夢 除了小拳石跟招音符以外 則是號稱來自於宇宙 需要用月之石來進化的皮皮 這座山跟月亮之間的獨特文化 更幫皮皮是來自於宇宙的寶可夢的說法 加上了不少說服力 在紅日續篇的經營 只要你在禮拜一也就是日文的月曜日 來到月見山的話呢 就能看到皮皮集體尬無共敵世界 一開月見山後 我們會遞達水之都華蘭市 代表顏色是藍色 因為華蘭市接近海邊 所以整體地圖有營造出一種旅遊度假村的感覺 意外的華蘭市市民算是蠻有雅致跟賢錢的 他們城裡最有名的居然是定價100萬的腳踏車 這方面蠻符合旅遊景點的感覺 華蘭市對應現實地圖的話 會落在栗木縣宇都公市 靠海的旅遊都市 華蘭市的北邊有一座知名的金球大小 從這邊穿過去的話會到海角小屋 寶可夢傳送界的權威就在這邊置產 鄭輝可以每天看海真爽 你一定是這樣想的吧 但這邊同時是當地的知名約會景點 連小俠交了男朋友之後也會在這邊約會 鄭輝每天都被情侶閃爛 難怪他想變成寶可夢 這樣就能去寺玉屋玩到爽 沒啦 肯定不是這樣 在華蘭市附近 不能忘記的是有一座無人發電廠 因為某種原因這裡被完全廢棄 電氣系寶可夢會被這裡殘存的大量電力吸引過來 傳說中的寶可夢閃電鳥就在這邊棲息 在續篇的經營中因為關都跟成都之間的新幹線通車的緣故 需要大量電力 無人發電廠竟然重新開張 閃電鳥被迫遷徙到門口罰站 咕咕 在華蘭市之後的下一個城市 我們來到枯葉市 代表顏色是橘色 這裡除了有寶可夢愛好者俱樂部以外 枯葉市營造出了獨特的海港風情 它的地理位置在千葉線千葉市 但城市設計上採用了一些橫濱海港的要素 對於枯葉市的介紹一定是很短的 因為在遊戲劇情安排中 我們並不會在這個城市逗留太久 玩家反而會在經過枯葉市的船隻 聖特安奴號上度過大部分劇情的時間 這艘船是一年經過枯葉市一次的 世界無名的超豪華郵輪 在續篇的經營中 玩家可以從成都搭船到枯葉市 那個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意識到 欸對吼 這邊是海港耶 可以搭船來往 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在枯葉市的東邊有一個小迷宮地鼠洞穴 在劇情上並非一定要經過的冒險地 諷刺的是 我們在這邊只要隨便抓一隻地鼠 就可以把枯葉道館的馬智市打到空出來 當然你要跟我一樣靠運氣抓到三地鼠 那也不錯 馬智市直接沒有對戰體驗 超爽 離開了枯葉市後 我們玩家就會抵達一個 欸怎麼說呢 在和平的寶可夢界中算是獨樹一格 給很多人童年陰影的 欸對 就是那個都市傳說一堆的 紫願症 它的形象顏色是紫色 那從命名邏輯上來看 紫願症的由來就是紫願花 花語的意思是不會忘了你跟回憶 總之紫願症在紅綠時期給人的印象就是陰森 因為原本gameboy能用的色彩就很少了 整個城市又只成一片 音樂還讓人很不舒服 最大的重點是 這個城鎮有被稱為靈骨塔的寶可夢塔 真的顧名思義 就是寶可夢過世之後埋葬他們的地方 因為這個大背景的緣故 紫願症的都市傳說 城出不窮多到不行 白首跟幽靈是在遊戲中實際有提到的基本款 但什麼紫願症音樂讓小朋友聽到鬧新聞 這個就單純胡亂瞎掰的 那關於這個紫願症的傳說呢 可以參考我以前做過的寶可夢都市傳說影片 總之 其實這邊原本的本意是要讓人緬懷過世的寶可夢 只是火箭隊在那邊搞 所以嘎啦嘎啦的幽靈逼不得已 只能當門神把想要接近寶可夢塔的人趕走 目的是不希望有人被火箭隊襲擊 這邊帶出的故事相當諷刺 有時候我們在那邊怕好兄弟 但其實最狠最壞的還是人心 像剛剛說過的 紫願症取自於紫願花 整個城市不是故意要搞陰生 而是讓人緬懷死者 所以在火箭隊被赤虹轟走之後的三年 寶可夢塔被改建成電塔 而追憶寶可夢的墓碑也被遷移到富士老人之家 有趣的是 因因故事上的前後轉變 紫願症的音樂一開始非常的陰森 但在經營中音樂卻被改得很柔和 有種溫柔的感覺 那最後紫願症的真實地理位置大概在此程 我想看到新路條大家應該有察覺了 沒有錯 這次的影片意外的很長 我原本想要一集網羅整個關都地區 但是篇幅上會拖太長 所以下一個城市會是關都篇上級的最後一個城市 也就是目前介紹的城市之中 都市化程度最高的育虹市 代表顏色是彩虹的顏色 足以表現出這個城市在關都的特殊性 除了整個城市充滿名家跟高偶以外 整個育虹市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育虹百貨公司 可以買藥給寶可夢打 真的好爽 還有育虹遊戲城 AKA賭場的存在 育虹市的城市內容 豐富度堪稱關都最大 因為人太多了 龍蛇混雜 有時候你還會看到火箭隊的成員 在城市中晃來晃去 原因也非常的真實 關都唯一的賭場 玉虹遊戲城 在這裡我們可以拿錢去玩小遊戲 賺取代幣 交換寶可夢或者招式機 總之就是要你拿真鈔去換遊戲幣的一個賭場 表面上是純樸的遊戲城 實際上卻是火箭隊在背後經營 黑道組織用賭場賺取活動清費 這種設定意外的很寫實 記住賭博中玩家永遠都是輸家 我當年換到多邊壽 也不是真的用小遊戲換到的 是用從四天王那邊領到的錢 直接去買代幣搞到的 那玉虹市的真實地理位置 是在東京都的八王子市 對 玉虹市就跟取材地一樣 是個商業區 今天介紹而關注了幾個城市 現在想想我非常佩服Game Freak當年的巧思 對地圖設計的塑造跟用心 當年的遊戲設計上有很多技術困難 像是卡帶的可用容量超小 在地圖上能做的物件並不多 因為太佔容量 而Game Freak卻取材至現實世界的地圖 給這些由點陣構成的建築物跟城市 注入真實的故事性跟背景 使用不同風格的背景音樂 甚至靠地理位置 就能塑造出不同城市之間的風情 證明在有限的開發環境中 還是能塑造出充滿立體性的冒險舞台 夠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個旅遊影片的話 麻煩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你最喜歡關注的哪個城市或者洞窟呢? 關注我最喜歡的可能就是玉紅市了 因為輕快劇情量很多 又有百貨公司可以逛 寶可夢可以打藥 每次到玉紅市都會有一種興奮感 拿什麼伊布啊 去賭場玩之類的都會在這邊發生 那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你最喜歡的地圖跟原因 等你留言討論啦 那也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的新影片 雖然現在打開小鈴鐺也不見得會掉通知啦 那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呢 可以在留言區追蹤我的IG 那麼就來進入唱名 追蹤加入頻道會員的環節啦 真的感謝你們的支持跟加入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